今天他不好称呼你 名头引起一些误解 就是大家说我是什么大外宣 我管看来还是很在乎体制这些东西 录了吗 开始录了吗 录了 都录上了是吧 那你说88年的时候改革就有点推不动了 刚88年的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了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当时87年的时候 不是也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小组吗 对 不为了取消党委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这是我们做的 比如说习近平 对 就是1988年在厦门市 被刹了掉了 被刹了掉了 副市长 对 党中分开这几个字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呢 有个很长的一篇讲话 就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治国 我们也不能搞一党治国 包括很保守的领导人 你比如说博一波 说我们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我看就是党员专政 你说这块小石头 是被一块大石头压了的 对 你想搬这块小石头 那你要搬这块大石头 大石头后边还有一座山 山后边还有一个地球 这也是中国的这个变革的这个力量 往往是激进化 是他的几乎是没法选择 把共产党政权的 总是把它作为就是说 控制和垮台 这样两集之间来思考问题的话 这是中国缺少进步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 对习近平今天这样各种各样的做法 民间的争议 其中一些人就是说这加速党啊 加速地啊 对 是 您这一年有回去过没有 我上次回去是2017年 对 可以回去 有一段时间可以回去 是吧 那是也跟有关部门沟通过吧 对 对是他们找过我 找我说可以回去了 就主动告诉你 这是好长时间以前的 这是90年代的事了 90年代的时候你就回去过 对 对 就说你可以回来了 因为我离开中国是 本来就是合法途径离开 对 而且我89年20年就离开中国了 我还其实挺好奇的 就是当时你其实在国内 也算是进了那个 相对来说 一个体制比较核心的一个智囊群体了吗 那怎么想到会要到美国留学呢 因为那时候给人感觉 像你这位置留学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对 对 但实际上1988年的 夏天开始 对 中国的那个改革已经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对 这个当时我们一些在这个圈子工作的朋友 那些都说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我们在这耗费时间干嘛呢 那干点什么呢 好多朋友就说到要基层去吧 到下面去当小官什么之类的 我是说我这个性格不适合到基层去 反正是 那就出国吧 以前一直没有出国的机会 但是你自己总共联系的 总共联系的 那赵紫阳在那当时已经推不动东西了 对 所以你刚才也讲了你说88年的时候改革就有点推不动了 88年改革遇到很大的阻力了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87年十三大一开完 因为我主要是做政治改革嘛 87年这个十三大一把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接受了 然后方案当中很多的措施接下来就没办法推了 当时87年的时候不也搞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小组吗 对 温家宝还是那个小组的成员嘛 调研的嘛 他是这个小组里面一个分组 就是党政分开这个组 他负责这个组 对 那我看他们做出来的那个方案还是挺激进的 比如说国务院部委的取消党委啊什么之类的 对吧 那就是我们做的 对吧 那是我们做的这个方案 那这个方案 你就说在88年的时候推动的时候实际上就有了 对 其实这个国务院各部委取消党组 这个应该是党政分开里边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举措 但是那个原则上在 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两个文件 一个文件就是叫做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那个就是干货 就是说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文件就是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的政治体制改革部分 把这个政治改革讨论的这些内容写到这个部分里去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在十三大报告这个部分里面呢 就讲道理多一点 那就是为什么要改革 这个改革要注意什么什么东西 措施就讲的比较龙肚一点 龙肚一点 对 这两个文件 十二届七中全会 这个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 但是这个通过很奇怪 叫做原则通过 原则通过实际上就是有争议 就是关于其中一些具体的举措 当时中央委员会很多人可能提了很多意见吧 对 实际上是提了很多意见 就担心这种党政文改搞得太精进之后 丧失党的领导权 是什么意思吧 对 实际上我想这些人也不是从 中国共产党的作为一个党的领导权去考虑问题 而是作为他们党的官员 他们的既得利益来考虑问题 88年的时候赵紫阳就讲是可以提两个省长候选人 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其中一个 就是说省长也实行差额 是省长的差额上这样很大了 50%的差额了 赵紫阳说这两个省长候选人都是由组织部来提名 那肯定都是中共党员 那选合哪个不是党的领导 为什么就是说一定是选上这个就是党的领导 选上另外一个也是共产党员 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提名的 为什么就不是党的领导了呢 实际上这个就是整个政治体制改革 当时搞的党政分开 非常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触及了 那个党务官僚系统的利益 党务官僚系统就觉得 比如说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党政分开措施 就是在企业和事业单位 实行为厂长和习近书长的负责责 过去就党委书记是老大了 那么改过来以后 不仅是党委书记一个人的权利受到削弱 而且你知道每个单位都有党委办公室 那么什么事情都是党委办公室的权利大 那行政办公室就是 折克拉扎税这些事情的掌管一下 那党委办公室权利大得不得了 那么整个这套系统反弹都很大 所以也就是 实际上通过了这个东西以后 那么下一步怎么样来推 就是说一步一步的 就是逐步逐步推开 当时做到一个事情 就是取消了中共中央政法委 对 政法委 包括国务院的部委的党组 也都取消了 对 当时这个党政办公室的第一系列的措施就是 取消党组 取消对口部 取消这个分管书记 分管常委 这个是第一步 其实中央那个层面那时候没有多少分管部了 但是在地方非常多 比如说上海吧 上海有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工业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农业委员会 这就是说这个上海市政府这些不同的局 都是被这个上海市委员会不同的这个委员会分割开来 政府内部都不能成为一个整体来工作 这个当时也推这个东西 那在中央的层面 当时比如宣传部分管文化部分管体育部分管这个广播电视部 这个我们也想推 但是宣传部是很难取消的 因为中共中央这个字成立以来就是 命根子 一大就是一共选了三个领导人 就是总书记郑都秀 组织书记张国焘 宣传书记李达 这个宣传这块你没办法动 没办法动 那中央看来看去就是一个中央政法委 还是一个专门委员会 把中央政法委取消 那再一个系列的措施就是 这个可能更激进一点 就是取消基层当委的这个专业化 职业化的这套东西 把他们完全兼职化业余化 还有就是属地化 属地化这个东西 你是内行了 你看一天就是内行 一个属地化的其实呢非常的击重要害的就是说使得那个各个部门各个单位的党的领导一下就大大降格了 对你比如说安刚的这个这个党委过去都归中共中央职业管理对他一属地化直接归安山市管理对对吧 这个当时我们举的例子这个外交部就跟外交部当时在北京市东城区那外交部党委当然是本来属于中共中央书记处来领导那属地化以后就北京市北京市东城区党委领导外交部党委 那这个外交部党委哪受得了啊 这个也没有人来再来这个外交部党委书记来做了啊就是说大家选举以后就变成业余的嘛当时是讨论这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就是变成业余兼职的这个时候当时我们拿苏联的经验苏联的最经典时期的共产党领导体制 在企业里面党叫党老五这个厂长第一把手啊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工艺师然后党委书记党委书记排第五位那那些前面这几个都是专业的啊总工程师当然是专业的了但是呢党委书记就是有厂里的党员们选举一个那选上一个前工就是前工啊再过五年再过三年选上一个电工就是一个电工 那就是类似于现在民营企业里的那种党组织的结构我现在不了解啊就是民营企业里面的党组织啊就是这些党委书记是肯定应该不是专职的他没有级别他没有互联党的序列级别对然后他选举出来之后呢他可能从事的那个工作他对这个企业的决策班子也没有领导权嘛嗯对对甚至连监督权都没有对监督权只是有个形式上的嘛对对那我猜就是当时那个 那个方向有点类似那就是这个方向对吧就是这个方向嗯对所以这个就是鼠地化实际上十三大以后就完全没有推了嗯就推不动了嗯嗯所以那时候呃再加上十三大之后呃八八年的年初呃因为政府观念吧嗯就是推插和选举嗯推插和选举遇到很大的阻力 因为我再插一句啊嗯当时我听严明富讲啊嗯就是其实他当时还有一个很激进的方案对就是跟民主党派之间对说要搞一个类似于像大宪章那样的对东西对说这个严明富当时明确提出来要搞政党法嗯对政党法嘛就是实际上呃一直到我想前些年贺卫方在中国还不是讲这个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的哈哈因为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嘛对其实所有的这些登啊都没有登记嗯 嗯嗯那有政党法呢就是要允许啊就是给这些合法的这些党在在法律上有做一个登记嗯但是这个实际上有可能开一个口子呢就是说那你已经现存的这些中国共产党也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好嗯中国民主同盟也好嗯那你登记了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新组一个党我也要登记嗯嗯啊那么这个就就就有潜在的来说嗯将来就开放多党制的就有这个就有这个可能嗯嗯那么至少第一步就是 嗯嗯嗯其实就是使得现存的这些政党都纳入法治的这样一个范围来活动嗯嗯其实很多当时的改革的措施呢嗯一步步的推下去都是会走向一个啊相当远的这么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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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景的嗯嗯你叫他很激进也好嗯嗯啊很根本性也好都是有这个东西的嗯嗯你比如说法治方面的改革也有这些东西嗯嗯嗯嗯关于人大的改革也有这些东西嗯嗯但是就是因为嗯嗯 88年第一轮搞政府的差额选举 这个遇到的阻力就非常大 因为比如说习近平 就是1988年在夏美市 被差额选举了 副市长 还有陈云的儿子陈元 在北京市副市长差额选掉了 那么陈毅的大儿子陈浩苏 也是在北京市副市长差额选掉了 那这个世界上来自这些老革命家 对于这个东西的反弹就非常强烈 我们当时拿一个例子 就是刘元的例子来为这个东西辩护 刘元当时在河南 郑州 不是组织部提名的河南省副市长任选 他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差额选举的 这个范围内 这个范围内 最后是河南省的人民代表 自己这个联合署名 把他推成了一个候选人 结果他当选吧 所以当时我们搞差额选举 搞政治改革的这些人就说 你看也不是说 这个人民代表就一定是针对这个老革命家子女的 红二赖的 那时候叫太子党的 不是针对太子党的 那刘元为什么在河南他就可以当选呢 当然这个东西实际上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说辞了 对于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来讲 我想与其说是共产党的利益 不是说他个人的利益 他就认为差额也不可控制 差额是不可控制 而且差额很快就会使得那些 当时叫空降兵了 这种靠背景靠家庭关系 没有得到当地这个民众认可 或者说继承官员认可 就是人民代表 至少是吧 但是有一定程度的民意吧 或者经过选择的民意呢 哪怕是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吧 所以88年那个时候呢 十三大以后推的这个改革 就是把这个差额选举推到这个行政系统来 然后当时又搞机构改革 那个机构改革就是要配合 当时还不叫市场经济了 就叫商品经济嘛 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这个词 长期被认为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专有的名词 那商品经济 马克思资本论上来就从商品开始 对 整个的巨注是从商品这两个字开始的 所以这商品这两个字就有这个中性词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面能够找到这个词 没有批判 然后就叫商品经济 那么就当时机构改革 就是要使得过去搞国家计划建议的这套体系 那么要慢慢的转轨到 不再搞国家计划建议 所以这个其实当时的任务也很大 认为很重 那88年上半年就在做这个东西 因为赵紫阳讲来是说 经济改革主要是搞企业改革 然后呢政治改革配合着企业改革 因为企业改革里面 党政分开是第一步的 那你企业改革 要把党委书记这个系统 党务的这个系统给他 也可以讲就是边缘化吧 是他业余化嘛 然后这样是相互配套的 然后这个东西做完了 下一步就结果到了夏天 没有想到邓小平就开始推价格改革 这个价格改革一推出 就把原来这个改革的这些设想 步骤的设想就打乱了 乱了以后价格改革又引起民众的非常强烈的反弹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带来这个 社会反省的非常不高兴 然后赵紫阳在1988年夏天之后 又开始推这个社会协商对话 就是说上面有什么政策要和社会各有群体 和老百姓要沟通 沟通 要商量 那不是在十三大讲了一个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进行人民讨论 那么这个就借这个社会协商对话说是不是来推这个东西 然后就把刚才讲的那些就开始就慢慢来就过不上了 过不上 那社会协商对话当中呢 有一条就是说 现有的这个所谓民主党派就可以是一个协商对话的渠道 那他们可以代表不同方面的这个利益集团吧 然后赵紫阳就对这个 现有的民主党派把它越来越多的参政议政 这个东西就越来越进一步实体化 想在这方面推东西 这个就是和严明虎 严明虎他说的那个 是这个东西这是合拍的 对就鼓励那些民主党派自己办报纸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包括这个你讲的办报纸 88年也开始讨论新闻自由的问题 不敢明确的讲新闻自由吧 但至少就讲就是说新闻 不要都是中国的报纸全都是党报 所有的党报都是共产党一家的 那所有的报纸都是一个面目 办那么加报纸没有什么意思嘛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远一点 就讲这些东西了 至少可以推动人民性啊这些东西 但是上面上层也在推 年轻的新闻记者们也在推 对这个所有的施政的措施一定是和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的反应不断的互动的嘛 所以原来讲的这些 属地化啊这些党委的这个建制化业余化 这东西就放了一边就没有开始再进一步推了 那能不能说就是在88年的时候这个改革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战略性的改变 就是说先推动经济领域的改革 然后政治领域的改革 然后要往后适当的这个推一推 这个在八十年代的初期是这样子 实际上1980年之前特别是1978年到1980年吧 胡耀邦那个时候是推了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 那个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代表性的文件 就是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这个是1980年通过的一个文件 那从理论上来讲 说是理论就是这个认识的高度吧 那就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的讲话 叫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那那个时候讲了这么一轮呢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轮讲政治改革 也有针对华国锋的意思 就是要分权嘛 邓小平1980年8月18号这个讲话 讲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要党 那么在党内集中要党委 党委集中要党委书记一把手 就讲这个东西 那么到了1986年我们再讲政治改革 其实也是拿这个话头来讲党政分开 也是拿这个话来上方保健 对上方保健来讲这个 但是80年夏天以后 那个时候是决定说要先搞经济体制改革 这个然后呢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这么繁重 那不可能同时推政治体制改革 到80年到86年这六年里 大体上呢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东西就完全不在日程上了 1986年的6月 邓小平在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才开启了13大的这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研讨 也就是说实际上13大的这一轮政治体制改革 也是在邓小平的至少是论许之下或者受益之下搞的 对在这个邓小平讲政治体制改革之前呢实际上在民间也有很多的声音 呼声 呼声比如说上海在1986年的3月搞了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 那时候实际上80年到86年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是比较忌讳的 嗯 大体里面当然情况就很复杂了 因为经过反精神污染 这个还有在79年和81年都有两轮政治的寒潮 这个包括79年就是打民主墙了 嗯 79年3月打了民主墙 抓了这个 魏京生 第一波的魏京生这个 当时全国抓捕了各种各样的民间刊物 民间组织的这样一些活跃分子 所以那个已经有一股寒流 那在那之后呢实际上这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讲法 就越来越难以 不能登到官方媒体上去了 80年都还没讲那么一次 但是接下来就没有什么讨论了 嗯 所以那个1986年的春天 当上海组织文化问题讨论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文化问题的意思就是说 经济问题之外 经济的改革之外 还有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要讨论 还有很多这个改革是需要做的 嗯 包括我们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嘛当时 包括我在人民日报我们这个评论部 我记得我应该是在1986年的4月 或者5月写过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 我写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事实上也是来推政治改革了 这个时候东海平还没讲 写了这个文章以后拿到报社领导层去 文中报社的社长是一个思想相当开放的一个领导人 他看了这个文章以后他说 这个话你讲这个话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话有没有出处 我说东海平文言啊 东海平原话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 然后他说好 要放在这里吧 然后过了可能半天 这个他把这个文件 他把这个稿子批回来了 还是这样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个就是说 他说虽然小平是那么讲的 他说他觉得还是加上这个好 我理解就是加上一个正常的保险杠吧 对就是保险杠 那这个就是只是说在1986年的6月 邓小平开始讲政策这两个之前 实际上民间呢 也说不上 那时候很难讲官方和民间了 我刚才讲上海问题 上海文化问题 那种讨论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 也是官方的 也是官方的 我们人民日报就是中国人民日报 也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官方色彩 但是是自下而上的 我们并没有得到 上面的受益 中共哪个领导人的受益 那大家都觉得说 不做政治体制改革 这个整个这个改革是进程非常残缺不全的 那邓小平到了1986年的6月 开始讲政治体制改革 他是讲如果不搞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 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那他讲的很明确的就是 像企业改革 那你政府把权力放给企业 那企业就最后对党委把权力拿去 那党委拿去以后 党委讲的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东西 很少去讲企业的管理经营这些东西 他还是专业于这个东西 那党要管党啊什么之类的 当党管党这时候后来对 对都是他说的嘛 他可能没讲过这四个字 但是后来也是按了他的思路 他其实讲的有时候讲的比这个还厉害 他就讲我们不能一党治国 这个邓小平在战争年代呢就写过 有个很长的一篇讲话 就是说我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治国 我们也不能搞一党治国 其实我觉得共产党的那个时候 包括很保守的领导人 你比如说博一波 因为我记得我们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时候 大家就讲这个 每个单位的权力都在党委书记手里 等等讲这个东西 权力太集中 博一波在那里讲他说 说我们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我看就是党员专政 老头子认识很清楚啊 说的很准确 说的很准确 比我们讲的这个东西还到位啊 我觉得他们很多都是从 就是说最现实的认识实际上是清楚的 但是他们可能不愿意变 那我很好奇啊 就是说你说从86年这一轮的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也是邓小平收益之下搞起来的 但是为什么就是十三大之前 这些政治体制改革的调研小组 把这个报告做出来了 十三大报告也形成了决议 然后紧接着到88年的时候呢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又没有推动 又变成了又主推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要放一放的这个局面呢 这个呢一个就是当时1980年的氛围呢 和后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整个共产党内也好社会也好 觉得好像可以和最高领导人唱反调 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和我印象也非常深刻 十三大报告的稿子 政治局都已经通过了 这时候呢就从全国各地找一些人来座谈 那个当时找了100个人来座谈 这些人有地方的官员也有企业的 那时候都是都是国营企业了 也有文化界的人 比如说汪沪宁他也来参加 我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讨论党政分开的时候 新疆来了一个这个党委副书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 那个时候党委书记有好多啊 七八个书记有第一书记 然后有四五个书记 然后再有四五个副书记 那这个是一个维吾尔人 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 应该我赵紫阳有政治改革的书里可以查到 他就讲他说 党政分开这个东西行不同 他讲到这句话了以后呢 就抱同赵紫阳秘书办公室主任 我们这个政治体制改革 和其这个政策研究的具体的负责人 抱同主持会 抱同就插了一句 他说党政分开这几个字 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 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这个党委负责人说 谁提出来的行不通就是行不通 这很厉害 那他可能就觉得讲的稍微厉害了一点 接下来说反正在新疆行不通 这个就是你看就是说 这种当时这个氛围下 就是党务系统对这个东西的反弹 并不是说你邓小平一句话 下面就是说大家就说 那还没讲呢我们就得做 没有这种氛围 这个我们拿着邓小平这个 上方保健在那可以讲这个事情 别人不能禁止我们讲 但是下面的人 既然你让我来征求意见 让我来给这个党中央的报告提意见 那我就会把这个意见说出来 我还记得在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时候 彭真都说 哎呀党政分开这个事情很 这个讲得很大胆啊 他说这个要做到不容易啊 他说如果谁能把这个党政分开推动得很好 我给他做一 他们脑子这个上面很多人的脑子是清楚的 那么很多人我们认为是保守派的这样一个领导人 他们有时候也可以讲的非常这个开放 开放非常有改革色调的话 但是下面的整个这个体系反弹是非常强烈 那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说那是不是那次的改革 其实宏观上设计的还比较好 就是在理念上啊 但是在改革的具体路径上 可能没有考虑太多的现实的因素 因为你可以想象嘛 你要做党政分开的改革 党内的这个反弹 你可以想象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出击利益嘛 对吧 那你出击利益的时候 那是改革的路径和方法 或者动员党内的什么力量来支持这个改革 那其实就变得非常重要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悖论啊 实际上呢当然你就是 谁都知道你要削弱共产党的这个体系的就是权力 因为为什么要削弱个权力呢 当时的用意并不是说共产党不要领导吧 在共产党这个一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下 就是说单纯从最这个你刚才讲的路径来讲 也不可能就是说要把党的权力拿走 那当然 这个国家整合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当时就是说 那你过去的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你如果不把这个权力分散和削弱 其他的社会组织是没办法发育起来的 企业最基本的没有办法发育起来 那么社会组织就更不影响 那其实最严重的就是说 连共产党自己组建的这个政府本身 它都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你包括共产党自己内部也会出问题吧 对也是这样 对吧 老毛搞文革不就是这样 对是吧 所以既然要做这个呢 当然知道就是说 那一定是党的组织这个系统的官僚会非常不满意的 他们会抵抗的 但是呢你借助什么力量来这个 来完成这个过程 来完成这个过程 来这个和这个抵抗想削弱这个抵抗呢 这个东西以这就是最开始最大难题就在这里 不像后来已经有了NGO 有了社会力量 有了市场因素 有了民营企业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 那个时候全都是共产党这一块组要控制的 那你呢 还给企业力量 这企业原来这个那厂长也是党委副书记 对那厂长现在还没有任何力量 当你说我要把这个权力 从党委书记手里拿到厂长手里的时候 厂长没拿到以前 厂长是没有权力的 对 但你现在从党委书记手里拿出来 党委书记不愿意 那厂长是没有任何办法和他抵抗的 这个呢实际上呢就是 这个悖论呢就是说 他本来是个权 掌握全部权力的东西 哪怕你从他手里拿出一小块 那么也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借助 当然也可以说 像比如说戈尔巴乔夫 他就是搞公开信嘛 搞公开信就是借助整个社会 来推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我要老讲啊 中国呢实际上自从五四以来 就是这么一个路径 就是当你做一个难 相对说来容易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背后有很大的一块阻力 这时候你就要解决后面这个阻力 但是这些话 你就会等于说要做一个更难的事情 然后呢就实际上异的是相对容易的事情 你还没有做成了 因为这块小石头是被一块大石头压了 对你想搬这块小石头 那你要搬一块大石头 大石头后边还有一座山 山后边还有一个地球 最后就 这也是中国的这个变革的力量 往往是激进化 是它的几乎是没法选择的一个路径 宿命 宿命 那就是说 当你要搞很小的变革的时候呢 这个很多很多人就来说 你这个没有意思 搞这东西干嘛呢 你搬那块小石头 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但是实际上 你真那个小石头 所触动的利益 是非常明白的 所以这个阻力呢 是非常来的非常清楚 但是这个动力呢 你说 我把这个行政机关的党委和党组取消 那么中国的改革派的知识分子 大学生 工人奴民都说 这关我们什么事啊 对 我们没得到任何东西 那所以这个 动力没有 动力没有 这个阻力很大 阻力很大 这个我想呢 其实 1986年 十三大以前 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 考虑的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 怎么做 能够阻力最小 然后这个方向呢 是 应该走的方向 但是呢 能够入手 是个方 阻力最小的 那这个我想最大的费论就是刚才呢 因为共产党是全权 是全权 你说我现在 把部党组取消了 这个 那过去部 部长本身就是部党组书记 对 我现在说 把部党组取消 让你部长有全权 部长说 那我还 本来我还 全体没有参加 那部长也不现在支持你这个东西 对 所以这个 确实是 也许呢 如果放开全民的讨论 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但是问题就是 放开全民讨论 本身 那遇到的阻力 会比这个还要大得多 那这可能也是要求就是当时改革的设计者 可能更多的考虑到一些现实的这个因素 你比如说可能会找那个阻力最小的地方先进行改革 那举个例子 比如说高校里 你可以先把它 編成一个校长负责制 高校做了 对 党委书记 这个阻力就小多了 因为高校实际上 请愿做了 对吧 包括在院系里面 党委书记可能就没有这个系主任重要了 是吧 这个做了 这个实际上在1987年十四大召开以前已经实施了 对 这个1986年的10月份还是11月份 这个中共中央下发一个关于企业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补充通知 但是之前呢 发了一个通知 我想应该是七八月份吧 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讲企业里边这个实行厂长负责制 但是没有明确讲党委书记不负责 那么这个搞下来以后呢 企业里边就有争论 就是说那厂长负责制 那党委书记是干什么呢 党委书记是不是还是领导人 这个就有很多矛盾 结果呢 基层也有很多这个创造了 有的人说那就哥俩好啊 就是说那党委书记管政治贩卖的东西 这个厂长管经营管理 两人关系好就会好 这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权宜之计了 因为就是到底一个工厂里有多少东西是政治的东西 那你起经营管理好不好 他也可以说那这也是 我们这个党现在就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嘛 那他就说这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然后那哥俩不好呢 那亲兄弟在一家还打架呢 那你说两个人都是共产党员 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党委书书记 让你们哥俩好 你要求他哥俩好他不好呢 所以到了86年的10月份 中央书记处就发一个补充通知 这个补充通知非常简单 就是几句话 这几句话是我的这个起草的 写的 就是这个当时也当时经过了个讨论了 起草了以后呢 大体上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补充通知就是说 这个厂长是一厂之长 在企业中居于中心地位 负这个全面责任 是企业的法人代表等等 就写了这么 实际上呢 重复的都是一个意思 就是厂长是第一把手 但是当时呢 希望打破这种叫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这种说法 这个比较有等级制的感觉吧 就是说希望一个新的眼光来看 就是说说一小讲法人代表 要讲这个企业经营管理当中 具于中心地位 他对这个东西负全责 就是用这样一个语言来讲的 在那之后呢 其实全国的企业 几十万家企业都推开了 这个是推开了 那么高校也推了 高校上也推开了 也已经推开了 这个都做了 这个是在十三大之前都已经做了 就真正阻力比较大的是来自于政府和这个 对 这块是 因为他们的实权太大 他们实权太大 他们这个管人头 是吧 当时哪怕是像薄一波这样的 被认为保守的领导人 也是不断讲 就是说 你党委不要一天到晚管头 管人管财管物 对 所以这个你就管这个大方向吗 邓小平 薄一薄引了邓小平的战争年代 讲的很著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小平认为这个最好的党委书记叫甩手掌柜的 但是问题 所有的党委书记都不愿意做摔手掌柜 做摔手掌柜手里没有资源了 当然 这个是 这样一个悖论怎么样解决 但是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从公关人来讲是个悖论 但是我在我看来可能还是一个改革路径的设计问题 嗯 就是其实这个后面的研究者对那个80年代 86年到89年的那段政治体制改革的 也有一些人持这样一种看法 就是认为总体来讲就是以赵子洋为核心的这批人 他们设立的这个改革方案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还是太激进 因为你考虑到它是一个执政党的自我渐进改革的嘛 它不是来自于外界压力的那种改革嘛 所以呢这个改革你还必须尊重既有的利益格局 不能让说白了就是说不能让他们感到很巨大的危险 嗯不能让他们觉得这一旦改革之后自己就完蛋了 嗯对 你渐进改革就是就是这样 嗯但是这个改革追踪的结果 大家认为实际上是这个改革的方案太激进所导致的 嗯甚至包括89年的产生 嗯都是跟这个整个这个改革方案设计的过于激进有关 我不太单纯这个看法啊 当然我不是我的看法 有人这么看有人这么看 对是我知道 嗯这个当时也有人这么批评 对对对我不太赞成这个看法呢 就是说先说后半截就是1989年这个事情 嗯实际上呢1989年啊 学生的啊这个抗议也好 民众的也不满也好 嗯那么主要不是说改革太激进了 嗯而是觉得说你没有这样的改革 嗯嗯 学生当时是对政治改革 就是你十三大 嗯 这个有这样一个说 就是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常上来 嗯嗯 但你十三大之后 在我们做的这些改革 在他看来就是说 嗯 没有这个真正的能够呃 在政治体制上 落实 对他们来讲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东西 嗯 因为青年学生啊 知识分子 他们首先要的是言论方面的东西 嗯嗯 这些东西 但这个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不涉及这个层面 嗯 嗯 一般的民众呢 当时的不满主要是对经济体制改革 嗯 就是说这个 嗯 首先当然就是通货膨胀了 对啊 然后就是腐败 腐败主要是像关岛这样一些现象 对 那么然后还有就是开始在毛时代 这样一个均贫富的一个社会里 嗯 过去大家的工资差都是很小的 嗯 那么到了八年间的末开始出现万元户 嗯 那么万元户那时候一般的一个工人 我想也就是几十块钱的工资了 嗯 那那万元一万人民币 这对一个几十块钱收入的这样一个工人来讲 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财富 嗯 所以这个贫富的差距开始出现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实际上 就是那个呃 对于毛这个原来这个体制 所有这些现象 哪怕是一点点出现都是非常激进 嗯 因为和原来这个体制是完全不相容的 嗯 你比如说在毛的时代 这个是非常骄傲的宣称我们 没有一分钱的外债 也没有一分钱的内债 嗯 就是说根本就不能这个 呃 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 说这个 这个 我说在毛的时代一直是讲东西南北中这个工农商学兵 因为党是领导一切的 对 党的不仅是领导一切全面领导 嗯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还有毛那个时代讲的民主的这个概念 嗯 嗯 嗯 他那么要民主要法制要自由的时候 你要的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 嗯 这个其实我对五四以来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一点都有批评 嗯 我曾经讲过就是说德先生不懂民主 嗯 嗯 其实中国最懂民主的时候就是清末几大臣放羊 嗯 这个去考察西方 嗯 到了英国以后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议会不得了 嗯 议会的力量 那么这个议会可以在那里批评政府 议会可以在那里胡说八道 这个议会经这个议员经这个民众投票选出来 所以呢 当时对西方政治体制考察 这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说 它是一个议会制度 它一个议会制度 它对宪法有影响 对 然后结果它没有大家并没有去讲什么一个民主 这样一个概念 而看到的是议会这样一个制度设计 嗯 从这个制度设计 对政府的一方面是 和民众的这个意愿能够有关联 因为你通过选民选出来嘛 那你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能够制约政府 制约行政 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但是从清末走到五四 就开始讲德先生 德先生是什么 完全是个概念 没有任何对民主的制度上的理解 就是民主是一整套制度设计组成的 从选举的这样一个 选举的制度设计 选举制度设计在各国家都是非常复杂的 你比如说日本在1990年代要进行正常的改革 首先就是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 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多一席制 改成单一席制 从这个这个有没有政党比例改成有政党比例 我不是说哪一种选举制度就一定好 但是呢很明显在这个政治体制下 你只要从一个选区选 两个议员还是选一个议员 整个全国的政治架构就会发生一系列的改变 天分地附的 那中国人在这个民主这方面完全不懂这个东西 这有什么意思 这一讲就是口号 一讲就是人民民主 一讲就是人民权利 人民权利要有一些具体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的 那这个我想呢这个 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说 不可能进行这样的一个 就是民主观念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 一个灌输讨论 不太可能有 那中国的即使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到底这个东西懂多少 不要说1980年代了 今天就是说中国的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对这些东西到底懂得多少 我其实持很大的一个疑问 我老是给朋友们讲我说 我觉得我们今天我们当代的这个中国的这个 我不讲就是说你跟党国一个声音 我不去讲这个就是说不了解现在 那你就是所谓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那你这个讨论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的这个水平 我觉得比一百年前的中国差太远太远了 这个如果你去看一下辛亥革命前十年验证论 对那里面的很多东西比1980年代的讨论水平高很多 1980年代讨论我觉得比今天的讨论水平又高了一些 又高了一些 因为你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在总体上前置舆论那么多年之后 说大家的思想水平关键水平反而提高了 个别人是可以做到的 一个民族是不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思想前置的环境当中 不断的能够思维的水准能够提高 我觉得这是不可想象的 那就还是说的就是刚才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整个的制度设计问题啊 我有这么一个看法 就你刚才说实际上那些学生他起来之后是认为改革进行的太慢了 而不是说改革其实太激进了 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学生当时风起云涌啊 包括知识界的那个运用 本身这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是 就是这个改革 如果你在放的比较开的情况下 这些人会自然出来 是 然后他会用一个理想的形态去要求 那个中国共产党要不断的放弃权利嘛 对对吧 但是如果你要是假如说这个放的过程稍微慢一点 他可能就不一定能表现出来那样的一个 很对 对吧 很对 所以这个 这也说八九年当学生起来悼念胡耀邦的时候 那么赵紫阳就是他的 他不就讲嘛 他说学生要的东西和我们党讲的东西是很多是一致的 那么为什么学生不能讲呢 实际上呢就是说 特别是学生开始成立学生自治的组织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 因为我们在1986年87年 这样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块就是说你这个权力分散到哪里去 要发育社会组织 但过去的社会组织 工会 互联 学生会 都是党控制的 对 那个时候中国钓鱼协会的会长 是名誉会长 是叶剑英 没有去世以前 中国服装协会 你可以想象他完全是一个民间协会了 他的会长是拨一拨 对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团体都是共产党控制的 那现在学生有了这种自发的学生会 所以那个赵紫阳就觉得说 这很好啊 这个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往留下来呢 但实际上你去看陈云他们讲的话 他们对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忌讳 当然 他们对非常忌讳的就是这一条 其实邓小平也很忌讳 邓小平也很忌讳 那李琳后来讲的也就是说 最反对赵紫阳 这个对学生的宽宽宽容 就是这一条也是这一条 这个实际上当一旦出现这种制度上的这种变革的这种因素的时候 那么共产党内的这些 你可以叫他既得利益阶层也好 你可以叫做党的这样一个组织 组织也好 作为一个组织体系 考虑他的这个组织和政权的利益 多于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利益的这些人也好 马上都会意识到这些东西对他们的 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挑战 那这就会导致那个他原先的组织土崩瓦解的 是 当那个高子联成立之后 是 其实原有的学生会 组织系统不就瓦解了 对 这个原来在十三大之前搞改革的时候呢 赵紫阳不可能提出说可以搞民间组织 这是不可能的 你说激进 连这个东西都不能讲的 那讲的就是要改革工会 改革工会 改革工会 改革学生会 改革学生会还没有那么重要的时候 因为当时搞企业的改革 经济的改革 工人失去利益很多 过去铁饭碗 哪怕拿钱拿的很少 但是你不能解雇 又铁饭碗 那么现在 那么你一进入真正的所谓 市场经济的话 那么企业的自主权一旦大了 很多人面临的就是要 过去的荣源就是要裁剪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就带来了工人利益的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这个 1987年讨论政治改革 那么赵紫阳在讲的企业改革 同时他就讲说 那企业里一定要工会发挥作用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党委出席的权力给了厂长 那么厂长如果就是说 想做什么做什么 那么这个呢 恐怕还会带来非常大的矛盾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就要工会 实际上呢 1980年代初期 胡耀邦就讲过要增加工会的权力 但是呢 当时很快就出现了波兰的这个团结工会这样一个现象 那么胡乔木就是毛泽东的多年的秘书 80年代这个所谓左王 那么他马上就拿波兰这个事情来讲 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党的巨大的威胁 这个所以不能再讲这个事情了 就没有再讲了 那么到了1986年87年 赵紫阳又讲政治改革的时候呢 赵紫阳换了一个角度 赵紫阳说 波兰这个团结工会之所以影响这么大 就是因为原来共产党搞那个工会 不能替工人讲话 所以现在我们要想避免这个现象 就是要让我们的工会能够替工人讲话 所以你这个工会如果和党委完全都一个声音 我们干嘛要要这个工会啊 所以呢 为什么不能工会要站在工人的利益上 来和党有一些不一致 党委是这么想 但是工人站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的利益上 提出来一些想法 这个用工会来代表 这个对党委形成一种制约 只能是党委的角色可能更方方面面考虑更周到一样嘛 他就从这个角度提出来了 而且当时特别把这个朱厚泽 这个就是1980年代中期 胡耀邦时代最后一个中央宣传部部长嘛 他一讲三宽著称 讲这个舆论要宽松啊 怎么这些东西 那就非常自由派的了 他就是赵子洋专门说 请他去工会当这个工会的第一书记 希望他能够推动工会往这个方向去变革 那那个时候他不能想象就是说 让工人自己组织 这个共产党领导层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到了89年那学生自己组织起来 有这个东西了 那他也就说 这个可以保留下来啊 你可以和官班的学生会竞争嘛 当然你说的很对 很可能官班的学生会马上就徒崩瓦解 马上就徒崩瓦解 对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改革共产党这个体制呢 它有一个就是共产党这个领导人啊 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呢 就是说他们是革命造反起家的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这个希望改变宪政权 这个施政方式的所有的手段 他们都用过 对 所以你就是说你的这个 你这个直途一动 他就知道说你我你下一步可能会走在哪里 因为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 对 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 对 所以他既有这个作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革命家 造反家成功的经验 嗯 他又有这个统治的这个经验 嗯 还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 至少在中国 嗯 这个作为一个组织体系 因为以前中国的历代王朝无所谓组织体系了 嗯 那国民党就是说 他也说不上造反很成功 嗯 这个辛亥革命都是很多偶然因素起来的 嗯 统治就更不用讲了 统治非常不成功 嗯 那被共产党抓住很多漏洞把它 嗯 都会那么担心 因为他自己以前做过这个事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 把共产 把国民党给他 这就是一个渠道 给他推翻的 嗯 他为什么就是说 对那些哪怕是 你就是扶贫 如果不是共产党来扶贫 而是你我们老百姓自己总是来扶贫 他马上就忌讳这一道 因为你去看那个 1930年代 那共产党对那个救灾协会的渗透 也非常的这个深 他们也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推翻这个宪政权 那共产党呢就是说 真的是就是说 对你所有要变革现体制的人 玩的任何把戏 他想这都是我玩过的 所以你还没开始动手呢 再说我已经看透你了 那这个就使得呢就是说你这个变革很难 本来这个东西可以缓进去推 但是他从一开始就觉得说 我这一丝封都不能漏 你这一丝封漏了 我这个整个政权可能就垮台了 这个和邓小平1989年也是一样 他说我们一步都不能退 再退就垮了 你垮了太远了还 我不认为就是说 1989年学生真的就是说 按照赵紫阳这个路子做了 共产党就是说 真的就第二天就垮台了 我不就是这样 而且说到底 共产党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体系 就是你李鹏垮台了 那下一个揭权的人还不是共产党人吗 还是共产党在掌权我认为 他我觉得他说要垮台了的话 他可能就是指那个愿景 就是这个趋势如果要是不遏止的话 那继续发展下去 就一定会导致共产党垮台 他他不是指说现在立刻垮台 但是他看到这个趋势了 是 对吧 实际上我觉得呢就是说 把共产党政权呢总是把他作为就是说 控制和垮台这样两极之间来思考问题的话 这是中国缺少进步空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当然共产党就那么想 我没有办法 但是其实呢 这就像今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做法也是一样的 对习近平今天这样各种各样的做法 民间的争议 其中一些人就是说这加速党啊 加速地啊 是啊 如果是按照江泽民胡锦涛那个失去做法 我觉得可能我在我有生之年 看不到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失去政权 这么一个前景 那么可能会就是说 不断的磨过下去 这么一个情况 共产党的控制可能不会那么紧 但是共产党这个政权掌握统治权 这个是不会有出现巨大挑战的 但是今天呢 我也觉得这习近平这样做呢 至少我觉得好像看到这个前景的可能性 比以前大了 就不确定就变强了 对 这个就是说你看过去帮助共产党的很多因素 现在都变成了和共产党对立的因素了 美国资本 当然现在也还有很多资本是和共产党合作的 但是美国从总体上来讲 不再像习近平之前那样对中国这样一个态度了 中国的民营企业 那么在习近平以前 完全都是和共产党就是说 悶生大发财的嘛 悶生大发财的嘛 他不会去挑战共产党的这个基本的统治 他可能会在一些做法上 把共产党的做法给改变了 共产党也不太会干预这些企业 在那个决策层面的问题 对 所以那时候这个财富 中国那个民间的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财富 是和共产党这个权力是结合在一起的 对共产党统治应该说是有利的 对那现在习近平这个做法 把很多民营企业就逼到另外一方面 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实际上当你觉得就是说 我要么就是全面控制 我要么就是垮台 当你实行这个思路的时候呢 实际上全面控制和垮台 这两个东西 你说的不好听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 哪怕是上帝 把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得那么密 那么紧密 越是这样你越懂 这也是毛的后期 那毛本来就是说已经 个人的威望在文革的时候达到这么高 那对我们这代人来讲 简直不能想象就是说 就是神嘛 就是神 但是毛之后 对毛的这个反弹是非常强烈的事情 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你越是这样就是说非黑即白 就是说共产党用这种方式来思维呢 那你越把这个整个社会改善的空间呢 给他抹杀掉了 那么这个改善的空间呢是一个灰色的空间 一方面是对共产党有削弱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你不什么都管 所以呢你又要管的东西 你就管的更严密一点 那你的统治权呢可能反过来呢 就是说挑战你的力量呢 也不一定就马上能够这个能够有力量挑战 对从渐进式改革来讲 其实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你不能让这些这个所有参与改革的这批人 感觉到他自己的就是统治的这种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合理性吧 或者说这种长久性吧 有可能受到威胁 他才会愿意参与这种建议式的改革 假如说他是觉得这个改过去有可能我们共产党而垮 或者说会威胁到我们整个统治的地位 那他这个 说的很对 回到我们刚才讲 就共产党他这个思维就是说 你有一小小的改革 非常小非常小 他就马上就意识到说 这东西会走向我垮台 所以这个东西就使得有任何的这个改革都变成不可能 但是邓小平实际上当时提 就是说党政要分开啊 也好权力过分激动啊 他是因应于老毛当年在文革时期 他以权力都集中他的一个人 然后他瞎搞 然后在党内也搞封建家长制 他们这些人也是作为老毛的那个封建家长制的受害者 他们自己其实也苦不堪言 是 就要说那个啊 平常陈云啊这些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觉得 即便是共产党在维系自己长久统治的前提下 这个制度也得改 这个制度的改呢 也必须要让这个权力啊 适当的进行分权 不能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 那这个即便共产党内部 他们这些人也都成为了一个非常大的受害者 至少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 对 不希望 我觉得邓小平他们这些人呢 在理议上是认识到这个东西 但一旦进入现实权力的运作呢 他马上会就是 你比如说像1989年这个事情 学生实际上要的东西 1989年如果是学生打出的旗帜是打倒共产党 或者是推翻共产党政权 共产党下台 你很难想象在北京有这么多的民众参加进行 所以呢这个呢实际上 学生提的要求呢 要么就是很虚 如果是大的要求就很虚 民主法治这是虚的 那么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就是很小 就是说 学生成立了自治组织 当然你也意识到就是说 这个会 学生一旦成立自治组织 共产党的这个 共产党控制的学生组织可能会往上垮台 但是我可以设想另外一个前景 这个前景呢就是说 在国民党时代 实际上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学生组织 在那里互相竞争的 国民党也没有不一定搞一个官办学生会 但是呢有所谓这个白色的 这个这种就是说 反对这个红色赤色的这个学生会的那些组织也很多的 三情团搞的东西啊 那你共产党是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一个竞争环境中 最后你搞的学生会比所有的那些学生会都强啊 那你现在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一个非共产党控制的学生会 那为什么不会反过来 帮你共产党原来控制的学生会 给它促进使它变得更有 也和这些学生会去竞争 变得更能代表学生的利益 那它不会这么想 我觉得呢就是说 因为它不能这么想 所以呢就永远不可能出现一丝 它让你改革的这个东西 但你一旦改到这个东西 它马上就说 哦这个我会垮台的 对但是我觉得是涉及到组织层面 它是非常敏感的 因为虽然说学生会啊 它是一个比较基层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社会组织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社会组织 但是对它来说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就这种危险性实际上 我们作为旁观者看起来的话 其实也能意识得到 就是它一旦起来之后 它原有的社会组织立刻就瓦解了 所以我认为啊 他们可能对党内的那种适当分权 还可以容忍 比如说邓小廷他自己也讲 包括党内要搞差额选举啊 他认为反正都是自己党的人嘛 反正我九个副省长 我选出七个 这七个人不是九个人 都是我自己人嘛 但是他对党外的这个组织活动 那他这个悬崩子是非常紧的 哪怕是学生会都不可以 因为他认为这个口子一旦开的话 可能推演到其他的社会组织层面之后 整个共产党的组织 但是实际上呢 到了1990年代以后呢 随着这个中国的市场化的改革的深入 随着中国这个融入的全球化 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这个NGO呢 虽然中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面目呢 是一个模糊的 但是也有确实有很多真正的非政府组织出现 那么这些非政府组织在 至少在19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十年 我看不到他们能够挑战共产党 那是因为这些这些所谓的NGO组织 他们从事的活动 其实跟那个我刚才讲的像 类似一下学生会这样的组织 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就是学生会这种组织 它实际上是怎么说呢 它是进行社会动员的 但是那些NGO组织呢 都是为了完成某一个具体目标的 所以共产党可以容忍那些 你比如说你搞环保 你比如说搞慈善 是不是 这个其实共产党从某种角度来讲 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这种涉及到社会组织 动员系统的这个组织 那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其实呢 因为不容许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说 哪怕只是在这样两个吧 其实对共产党内的那些 比如说差额选举啊 这个党组啊 这个党组啊 这个党委这个东西呢 这个抵制 这个反对是主要是来自 这个共产党这个党务官僚队伍 党员队伍 这个组织里面 这些具体的这些人 他们是反对这些东西 对 他们这个共产党的最高层的领导人 像邓小平陈云 他们对这个东西倒不太在乎 对啊 他们呢 对那个东西非常在乎 对啊 就刚才你讲的 他们对那个东西很在乎 所以这两个呢 就是说实际上呢 我们在1986年87年 就是你看 就是讲就是有些人认为 那个改革太激进了 实际上我们要改的 就是前面的一个部分 对啊 就是说不会让邓小平陈云 觉得说这是要干什么 要把共产党这个搞推翻嘛 绝对没有这个东西 就搞的是这个 但是这个呢 恰恰被共产党的官僚体系 是激烈反对的 因为每一个共产党的这个书记的利益 是和这个搞在一起的 结果呢 这个就走向了1989 这刚才就是我们在讲这个历史过程嘛 那走向了1989呢 那学生起来 他不会要求说 你共产党内搞这个东西 学生对这个东西不满意 他要的是那个东西 要那个东西呢 邵子强说 那现在学生要这种改革了 那我们可以再搞一下 那就搞一下这个东西吧 那也没有说全国就放开了 也就是说你已成立的组织呢 那我现在先容许你存在 我觉得呢 就是说 你看呢 其实呢左右都不是 左右都不是 对 实际上呢 这个很多朋友是讲了 就是说 共产党这个政治制度啊 到底是有没有可能改革 有没有可能改革 有没有通过渐进式的改革 对 然后来变成 对 一个相对民主的 或者说正常的一个政党 比如像台湾的这个国民党一样 对 他是有个没有经过 这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社会动荡 这个就是完全是一个渐进过程 宁静革命 宁静革命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嗯 那么 在1980年代的 我个人卷入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的时候呢 那我们那时候也不会去想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可能 嗯 因为你没有另外的可能 对 我们只能这么做 我们只有这么一种可能 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在呃 共产党之外 成立反对党 对 你不可能 不可能 马上就被你抓起来嘛 是吧 所以呢 如果说你这个这种改革也不能搞 那我就什么也不做就是了 那只能讲就是说 那能不能不知道 试一试吧 嗯 至少就是说 邓小平讲了政治体制改革 那不知道怎样政治体制改革思路 也这么有这个系统 那大家就推这个东西就是了 嗯 那最后推不动 嗯 那其实我想你 开始问到我就是说1989年那么早 为什么就离开中国 我个人已经认为就是说 这个很这个体制是很难用这种方式来改革了 那我不可能在中国再做这个事情 那我当然出国也没想就留在国外 嗯 然后就想至少到国外看一看 啊到底西方是什么样子 嗯 然后自己个人也增加一点知识 学点东西 嗯 那么就是说 也许等改革的这个激烈的矛盾 嗯 然后啊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啊 啊这个 谁也看不清楚下一步是什么样子 那时候再回来 啊 也许完全不再参与这些东西了 做点自己学点东西啊 啊 哪怕学点文学性的东西啊 啊 啊这个是当时就是那么想 但是已经就是说 但是已经就是说 知道就是说要通过这样一个党内这样一个 推动这样一个建建进性的政治改革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了 嗯 这也是其实到了1990年代 我能回中国的时候呢 不是没有高层 对我讲就是说啊 你再回来啊 嗯 做什么什么事情 啊我是说 绝对不再参与了 那就是说你在你看来就是类似于像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极权性的政党 是完全没有可能通过那种建进式的改革 变成一个类似于像台湾这种社会制度 这个话呢也不敢讲此 这个在1990年代呢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也和一些朋友就讨论过 嗯 就是说在政治学的概念上 就是这个所谓一个极权主义的体制 就是这个totalitarian 就是极端的极了 极端的权力 这样一个体制 和所谓威权体制 那就是像 其实国民党是一个半极权体制了 它比这个一般的威权体制 还要更更极端一点了 嗯 那么我们当时就观察到就是说 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化 那是就是说 有成功的 渐进 渐进也可以 那么就是什么样的方式 街头运动 多种各样的方式都可能的 嗯 但是呢没有一个极权体制 可以直接就是说走向民主化 但是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两步论 极权体制变成威权体制 然后威权体制 我们再去推它走向民主化 那么这个应该是走得通的 嗯 那么这个政洁就在于 一个极权体制 有没有可能 变成一个威权体制 嗯 那么1990年代以后的这个中国的发展呢 在某种意义上 是把中国的极权体制变成了一个威权体制 嗯 但是呢呃我个人认为这个威权体制呢应该叫做一个呃呃好多朋友其实也喜欢用的概念 就是后极权威权体制 嗯 就它和一个一般的威权体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嗯 这个里面的这个极权的因素呢还是很多 还是很大 嗯 嗯 不出现这个走向民主化这种 嗯 嗯 这个这个这个至少没有看到这现实的可能吧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应该不完全是和呃这个刚才这个体制的分析相关了 嗯 和这个中国的历史道路是相关联 嗯 那么一个就是说 这个话题咱们稍微等一下 咱们再讲哈 我上场续手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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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